第五届原住民族与丹词竞赛台东县内出赛 30号上午在县府大礼堂举行 来自全县有30所国中小学34支队伍报名参赛 分为6个族群7种方言别 现场饶庆林也鼓励学生们要学习母语 建立与人交谈的能力 也特别感谢族语老师们的努力 让原住民语言可以向下传承 看图卡说族语 比赛开始 参赛选手依据荧幕显示的题目依序答题 在时间与精神的压力下表现略显紧张 但游戏式的竞赛方式让族语学习多了一分趣味性 第五届原住民族语单词竞赛台东县内出赛 30号上午开战分为6个族群7种方言别 共有30所国中小学34支队伍报名参赛 相较去年多增加了两队 有在接触就是跟阿公阿嬷他们就是用族语对话 对然后像是课语时间就是会去复习 就是看一下单词这样 老师教导我们怎么念 然后自己试试看 然后有空的话尽量背起来 竞赛着重于认识及守备族语单词 进而强化听说读写能力 县长饶次林也特别向学生们强调语言学习的重要性 鼓励学生学习母语增进言谈交流 同时也感谢站在第一线的族语教师 PG学生传承传统语言 现在我们要找回我们真正的族语 在振兴我们的族语 透过很多的方式 比赛它固然很多样 但是其实比赛只是一个过程 我们是透过比赛来强化 来深化 更深化 对我们的主意 这个比赛是一种从游戏中来抢达 那么来增强我们小朋友在原住民族词语单词的部分 而且这个比赛是全国一次出题 那么有小朋友来做比赛 那在这个游戏中他们可以更快的能够把自己丰富自己的词汇反应更快 那特别感谢我们的族语老师 这次我们新聘的族语老师都是我们一时之选 非常的认真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各位原住民的小朋友 多一个语言就多一份学习的工具 多一个跟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要希望大家都能够对自己的母语尊重 也能够流利的讲自己的母语 原住民族语言是国家语言之一 台东县政府积极推动各项族语发展措施 加深原住民学生对文化的连结及身份的认同 而本次竞赛的前两名将代表台东县参加全国族语单词竞赛决赛 记者小家会台东市报道